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園县复兴乡与台北县乌来乡交界处的插天山自然保留区内 是保留区主要保护的物种之一 虽然只分布在狭窄的山头冷上 却是插天山自然保留区最具特色的林象 山毛菊原是属于北半球温带地区广泛分布的植物 而台湾山毛菊则是冰河时期所结一下来的物种 也是文化资产保存法所公告的珍稀植物 因为是落叶性植物 春夏秋冬四季景致变化极大 春天时山毛菊孤寂的质押绽放出新叶 到了夏天一层绿色的雾在棱线上湿湿披挂着 秋天山毛菊的绿叶转黄 呈现入温带地区色彩缤纷的秋景 而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老化的不仅仅是山毛菊的外形 而是整片山毛菊森林 新竹林区管理处特地在保留区西南边缘的 拉拉山国有林自然保护区内 依据快木菊木群之所在位置 铺设长度约3700公尺的循环式参观步道 九步道两行22株菊木主义编号秉立牌解说 提供给游客贴近参观的空间 同时也保护了快木根系与植物小苗免于被践踏的危险 四季流传不同的生物也相继延替 唯有山活得够久能见证森林里如史诗般的故事 如果你有机会来趟森林漫游 在享受林木带来的新鲜石也请记得 人类也是山林的一份子 无论是山林中的一花一草或一石一脚印 在在都牵扯着整个地球生态系的平衡 让我们共同维护祭片土地上原有的清新 让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有拥抱美丽森林的权利